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本周美股延续上周美债收益率回落所带来的乐观气氛 三大股指在中间虽然出现小幅波动 但是本周仍然是收高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本周发出了偏烟派的谈话 但是似乎并没有打击市场的信心 主要股指收涨到指这周涨了0.65% 标普500指数涨1.31% 纳指更是再上涨了2.37% 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小幅收高 本周一开头头正是持续 对于美联储结束升息 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不过由于美债收益率出现反弹 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了约10个基点 逼近4.66% 这给股市带来了压力 难以获得太大的动力 因此周一主要股指是小幅收红 倒着收盘涨了34点 纳指则是小涨0.3% 周二美股是持续上涨的格局 虽然米尼亚波里斯的联储行长卡什卡利在周二表示 政策制定者尚未赢得对抗通膨的胜利 如果需要还是会考虑进一步的收紧政策 但是由于美债收益率的持续下跌 对股市产生了支撑 主要股指周二仍然维持收涨 微软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 在收盘时倒指涨56点 标普500指数涨12点 而纳指则是涨了超过120点 来到周三 在连涨多日之后 周三是美股震荡 收盘走势分歧 投资人持续在消化企业财报 还有就是联储官员的言论 科技股表现最佳 微软的股价又创了新高 纳指收盘涨了约0.1% 这是连续第九个交易日的上扬 而标普白指数涨了0.1% 是连续八天的上涨 这也是该指数至2021年11月以来 最长的连涨记录 不过道指则是小跌 收盘的时候是跌了40点 来到周四美股终于出现了回落震荡收低了 虽然迪士尼等财报良好 但是美债收益率上涨 令投资人感到不安 再加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尾盘的时候掀起了一番鹰派的言论 他周四表示 将会持续的谨慎行事 来应对被几个月的良好数据所误导的风险 以及过度紧缩的风险 他说如果合适的话 美联储会毫不犹豫的升息 而这番谈话呢 使得美股主要股指给下惨了 这个特斯拉因此是跌了超过5个百分点 道指收盘下跌超过220点 纳指跟标普白指数呢 也下跌了超过0.8% 不过这个跌幅只有一天来到周五呢 就又回到了上升格局了 投资人呢 虽然在周五持续消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派的言论 不过周五由于十年期 美债收益率回落0.8个基点 降到了4.622% 主要股指呢 从开盘就反弹上涨 科技股持续表现强劲领涨 在收盘时 主要股指收高 道指收盘涨了391点 收爆在34283点 标普白指数涨67点 收爆在4415点 纳指涨了276点 收爆在13798点 至于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还有企业消息方面 花旗集团传出 执行长弗雷泽要裁员裁10%的消息 另外共享办公室产业WeWork 历经了大起大落之后 本周一正式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过去这周 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花旗集团执行长弗雷泽 9月时曾宣布将推动企业全面改革 当时他并没有透露裁员数字 据知情人士最新消息 参与内部代号为波拉波拉计划的经理和顾问 已经讨论在几家主要企业裁员至少10%的提议 不过谈判还处于早期阶段 未来几周数字可能有所调整 弗雷泽面临着修复花旗集团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家全球性银行管理不易 自2007年以来 他的三位前任都被其挑战所困扰 花旗银行在对投资人最重要的每项指标上都已落后 自弗雷泽2017年接任以来 该行更进一步落后于竞争对手 2021年初 公司的市值与有形账面价值比为0.49 不到美国同行平均水平的一半 是摩根大通等表现最佳企业估值的三分之一 分析师表示 目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幅裁员 而如果弗雷泽决定解雇10%或更多员工 这也将是华尔街多年来重大裁员计划之一 共享办公室运营商WeWork 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 在新泽西州申请破产保护 拥有WeWork约六成股份 并为其转型投资数十亿美元的软银承认 除非WeWork在破产时重新谈判其昂贵租约 否则公司无法生存 WeWork获利前景仍充满挑战 公司正努力应对昂贵的租金 以及一些企业客户因为员工在家工作而取消业务 今年第二季度支付空间费用 消耗了公司营收的74% 根据破产申请文件 该公司报告的资产和负债估算金额 各在1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 在创办人纽曼舌菜莲花的个人魅力推动之下 WeWork一度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新创企业 估值达470亿美元 随着新冠疫情通膨飙升和经济前景恶化 企业转向远距工作并消减开支 WeWork亏损不断扩大 而纽曼牺牲利润 莫度扩张 财务不清等脱续行为曝光之后 也于2019年下台 Meta周三发文表示 将要求广告商对于是否利用AI技术 修改或制作将真实的人描绘成没有做过或说过的事情 或者以数位方式制作出现实生活并不存在的人进行披露 Meta还将要求广告商披露这些广告是否展示未发生过或更改真实事件的镜头 Meta在一个多月前宣布扩大广告商使用AI工具制作广告 但禁止政治广告商使用生成式AI工具 因为这些工具可以立即建立背景 图像调整 以及回应简单文字提示的广告文案的遍体 Meta已经阻止其开放用户使用的Meta AI虚拟助理 创建公众人物的逼真图像 公司最高执行长克莱格上个月表示 在政治广告中使用生成式AI显然是一个需要更新规定的领域 电动车Rivian公布三季度调整后 每股亏损1.19美元 小于预期的亏损1.3亿美元 公司营收达13亿美元 符合华尔街预期 Rivian第三季现金使用量近11亿美元 优于预期且低于上一季的16亿美元 华尔街预测未来几季的现金使用量 为每季10亿至14亿美元 此外 Rivian将今年产量预测值 自5.2万辆左右上调至5.4万辆 意味着第四季产量估计在14300辆 略高于华尔街预估的14000辆 交付量和产量应会密切相互反映 Rivian第三季创下了 16304辆的产量新高记录 不仅是高于前季的13992辆记录 更自去年同期 7363辆的产量翻倍上升 自从特斯拉10月18日公布皮弱的财报后 投资人一直担心电动车需求放缓 随后福特和通用汽车财报 也显示电动车相关支出放缓 令投资者不安 因此Rivian良好的产量预测令人欣慰 任天堂周二公布 上季度营业利益为945亿日元 营收达3349亿日元 均优于市场月期 日元走软又助于推升获利 因为该公司多数营收来自于海外 任天堂月估 截至明年3月底的全年营业利益 从4500亿日元上修至5000亿 任天堂看好游戏软体销售 将全年销量预测从1.8亿套调高至1.85亿套 并且维持Switch 全年销量于1500万台预测不变 不过 社长古川俊太郎认为目标并不容易达成 在上半年度期间 公司一共卖出684万台Switch游戏机 和9710万套游戏软体 均优于去年同期 尽管Switch上半年的销量增加 但古川俊太郎仍审慎看待未来的销量 强调 若不在年底购物季冲刺销量 恐怕无法达成全年目标 当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 为降通胀在烦恼之际 中国的经济似乎是已经陷入了通缩 从7月份出现价格负成长之后 8月9月份中国的CPI指数 都在接近零的水平徘徊 本周最新公布的10月份CPI指数 更是下跌了0.2% 逊于预期 而通缩的问题 一向比通膨通胀是更难解决 因为它代表的是 没有需求商业活动会越来越困难 此外呢 10月的中国出口数字 也下跌了6.4% 不仅低于预期 也是连续6个月的下滑 出口不忘就要转而看内需 但是本周开始进行的双十一购物 旺季也是格外的冷清 究竟明明体量相当庞大的中国市场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而中国经济前几能够乐观看待吗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 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2% 低于预期的下跌0.1% 今年中国的消费价格持续回落 7月份陷入通缩后 CPI指数一直徘徊在负增长与接近零的水平 尽管中国央行8月份曾表示 价格将从夏季的低谷中开始反弹 但最新数据显示 评估似乎过于乐观 至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更是连续13个月的负成长 10月份降幅2.6% 也比预期更差 中国不仅出现通缩的问题 出口也在持续滑落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 本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10月中国出口同比下滑6.4% 降幅比9月份加大了0.2个百分点 华尔街日报分析表示 中国出口额连续6个月下降 加大了北京政府增加国内支出的压力 报道指出 出口持续下滑 表明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受到抑制 也进一步显示 中国经济增长在近期回升之后 依然是困难重重 华尔街日报援引经济雪价的分析指出 在房地产长期低迷挤压了投资和消费支出下 北京当局需要更多补救措施来刺激经济 出口疲软意味着今年乃至明年2024年 中国都需要依靠国内增长 维持经济发展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一直是一大挑战 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咨询公司创办人雷小山 接受CNBC访问时表示 很难分析目前中国的经济前进 他说中国经济的确很糟 但是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糟 一些今年撤离的外国资金 正在观望计划明年重回中国市场 外销滑落焦点就转移至内需 顾问公司 贝恩策略针对了今年双十一购物节 访问3000位中国消费者所做的调查 显示今年的购物季格外低调冷清 有77%的受访者表示 今年会减少双十一的开支或者维持不便 只有23%表示会增加消费 事实上去年的双十一购物就已出现光环退色 去年是阿里巴巴和京东 首次拒绝公布双十一的销售数字 根据贝恩的估计 去年双十一的中国电商总销售额 只成长了三个百分点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IMF 此时调高了对于金明两年中国经济成长的预测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由5%提高至5.4% 明年从4.2%提高至4.6% IMF给出的原因是 认为官方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复苏产生效果 如果果真如此 不仅是中国民众乐见 华尔街投资人也在引颈期盼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专访华尔街资深投资顾问陆兆祥 请他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最新的市场表现 以及现阶段的投资建议 我们稍后回来